上次说道,小白最终将假冒好送进了局子,可亲的麻烦也接踵而至,此时小白正在开着自己刚买的千万豪车在回家过国庆的路上,而小白勇斗球场大妈,手撕假冒狗后,种种事件让小白在短视频平台的粉丝再一次暴涨,成名后麻烦也接踵而至,此时不速之刻也在往小白家中赶去,小白家中,小白,你跟我说说,你怎么那么有钱? 小白的父亲此时正一脸严肃的看着小白,尤其是小白开着一辆跑车回来,据说可是价值数千万,这让他们感觉有些不真实,更是觉得这钱有些来路不正,爸妈,我现在可是一名网络红人了,我可以保证这些钱都是正经赚回来的,他们还是不太懂的,但是想着只要是赚的钱来路正,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 好,太好了,我儿子出席了。 白爸一脸兴奋且骄傲的说道, 小白,既然你有钱了,那可得早点跑媳妇了,隔壁家二嫂家孩子,18岁就带女生回家了。 小白妈妈一听钱有了,立马就操心起儿子的终身大事,而就在此时不速之刻已经赶来,打破了一家团聚的祥和氛围。 大哥,听说小白回来了,此时一名中年人恶呵呵的走了进来,尤其是看到小白,那可是更加热情的动动过来打量。 二叔,此人正是小白二叔,只不过为人在村里也是挺出名的,那可是出了名的好吃懒惰,牛手好闲,如今可是快40岁了,还在打光棍就因为人太懒了。 小白父亲一看是此人来了,脸上也有些不自然,他太懂得对方的来意了。 你来干什么? 老白哥,我可是来到起的,小白这时又出息了,作为长辈自然要过来说几句好话了,还有我最近看上了一个妹仔,不愿意嫁给我,但是要我进城买房,我手头还缺点钱,想找你凑点。 以前对方要钱,毕竟是近期,他也是能帮就帮,只不过这一次却是直接要钱买房,这谁借得起啊,白爸奋斗半辈子,那也没能够在城里买一套啊。 你要多少? 白爸是叹性的问了一句,嘿嘿,也不多,就要个一百万吧。 二叔笑呵呵的说道,眼里露出贪婪。 一百万,亏你也说的出口。 平时对方来借个几千块,上万块碍于亲戚关系,他也就是给了, 可这一次直接就是上百万。 老白哥,你拿不出,小白拿得出啊,他现在可是一个有钱人,你可不能够有钱了,就不管我们这帮穷亲戚了。 白爸这一个老好人,也是真正被伤到了,将主意打在他身上就算了,如今竟然又打到他的儿子上去了,还要那么多钱,这简直就是在扶贫啊。 老白哥,你可是我亲哥啊,我要这个钱很合理啊,以前你一年赚个几十万,我就问你要个一万块。 老白,现在小白能够赚个几千万,我也是按比例要的,没要个一千万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 二叔继续恬不知耻的说道, 小白,你有钱了,得孝敬一下二叔啊,我也看直播,知道你很赚钱,来给叔打电。 说着二叔竟然直接打开了收款马,这起草的样子可是非常熟练,以前他就知道这一个二叔经常问自家要钱,那时候他还小,也管不了。 如今这一个二叔赖上了自己的父亲十多年就算了,竟然还想继续吸他的血。 这怎么能忍,就在小白准备爆发大骂之时,家里再一次来人了。 他大不在吗?听说小白回来的。 一名中年妇女走了进来,一看正是家里的小姑,此时正带着一个比小白小好几岁的女生前来,脸上充满着微笑。 三妹,你怎么也来了? 白爸看了看,自己这一个藤妹,也是一脸担忧,这一个藤妹也不是省市的主,平时也是找各种借口,问她借钱,她也没少接近,谁让对方嫁的也不是很好呢,就在隔壁村。 老白哥,我还不能够来吗?听说小白出息了,我自然要来看看。 此时不过来,打秋风怎么能行?女人寒暄了几句之后,终于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 小白啊,听说你现在是网络红人啊,还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我家小美现在没工作, 要不你去找人给她安排个职位。 呵呵,工作啊,可以介绍,不知道表妹会什么啊,小白看着这亲戚没完没了,心中也是冷笑,原本想就自发火。 现在她倒是想看一看,这些人还能够说出什么样的无理要求。 小美以前可是学会计的,你就让她去管账就行了,工资嘛,你看着她。 小姑微微一笑,自家人管账才能够安心啊,别人管那说不定都要弄虚作假的, 她可不能够让别人坑害自己侄子的公司啊,要坑害也再是自家人才行。 呵呵,小姑,据我所知表妹只是中专学历吧,她会管账吗? 小白,你这么说可就骂人了,小美中专毕业怎么了,在古代读中专那可就是文化人了,自家人管账才放心,你也睡得安心是吧? 小白心想,路边随便找一个不要钱的大学生来管账,都比你们放心,这样吧,你去当主播吧,只要你能够干得好,也能够赚不少钱。 主播也可以啊,不知道一个月多少工资。 小姑一脸低重,反正不管是什么工作,只要能够赚钱就行了,底薪四千,价提成,赚得好上万也是有可能的。 然而这么一说,小姑的脸色直接就不好了。 什么,还四千块,小白你不会少说一个零吧,你就给表妹一个四千块的工作,你这是有多看不上我们啊。 一时间,中年女人可是骂骂咧咧起来了。 大哥,你看看这下什么话,你们要是觉得我们这帮穷亲戚影响你们了,那我们就干脆断交了吧,不影响你过好日子了。 一旁的二叔也是附和道。 对啊,老白哥,你这样做太让人寒心了,干脆咱们就这样断了吧,你进城过好日子,咱们就在村里过穷日子算了,我们全当没有你这一个大哥。 没想到二人直接想道德绑架,此时小白见父亲左右为难,小白只好说道:"妹小姑,你说表妹的工资开多少合适?" 小姑此时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胃口。 咱小美也是很能干的,要个百万年薪也不过分,很合理吧。 上级过道,不赖亲帝,借钱不成,道德庞价,看我如何知道,此时的小白看着这两家人上窜下跳,终于看不下去了,一百万没有。 二叔,你想讨媳妇自己赚钱去逃,至于小美,百万年薪做梦吧,只有四千块。 小白,你这可没良心了,你说的什么话? 行,那我们走,我倒是要让亲戚听一听,谁占理? 二叔说完,直接就走了,随后几天,二叔逢人就说:"这老白一家人可真是有钱了,就不认亲戚了,竟然借点钱都不借啊,他儿子据说可是有上千万的收入,这才是九牛一毛啊。 那么亲的亲戚都不帮一把,实在让人寒心啊,很快,周围的人就开始对小白一家指指点点起来了。 老白现在那么有钱,就应该借我们一点吗?对啊,那么多的钱,别说借了,分都应该分我们一点啊。 走,我们也去借钱。 一时间,被二叔蛊惑的村民以及亲戚们,一个个都前往小白家,当明确众人来意之后,白发可是气得不轻。 你们太让我寒心了,现在就因为我儿子有出息了,不想借你们钱,你们就要跟我搬连。 老白,以前我知道你好,但是现在你有钱了,我们问你要一点,不,借一点又错吗? 说着一个个人模狗样的都开始CPU白放,显然这些人完全就是为不保的。 此时小白一同心来直接开口,各位叔叔婶婶,刚才是我不懂事,在这里我想跟你们说一声道歉。 以前是没有能力,现在有能力了,我必须要带领着所有人赚大钱。 小白这一番话可是让众人大吃一惊,尤其是二叔,他没想到自己蛊惑着众人前来施压,还真的起了作用,直接逼着自己这一位侄子认识了。 小白,这才对嘛,可没怪二叔疼你。 而一旁的小姑也是笑容满面,小白,我想一下,小美如果你实在安排不了的话,那就借一百万给我吧,我直接开一个小店让小美开店,她可是一直想当老板呢。 而其他人也是纷纷复刻,有的表示要开养牛场,需要个十万块的本钱,想找小白拿。 还有的表示家里孩子要结婚,也要借个二十万当彩礼,反正一个个都把小白当冤大头了。 不过我没有现金,你们快去回家拿身份证跟银行卡来,到时候直接将钱打你们卡里面。 听到这一句肯定,顿时现场一片欢呼,众人一边答应一边回家拿身份证跟银行卡去了,不意会众人在小白走廊外,已经排起了长队,各位亲戚,你们好好排队,见者有份。 而二叔作为闹事带头人,自然是第一个进去了,二叔,听说以前你也问我爸借了不少的钱。 钱可以借,但也是要按以前的比例来借,甚至这钱都不需要你还。 我虽然本来就不准备还,可是小白直接说不用还,可是省了未来不少的口哲了,其实我心里都记着呢,大概有十八万这样。 小白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,白爸也是点了点头,好这样的话, 我借三十六万给你,但我爸的钱你可得还了,我要的就是你一个有借有还的态度。 小白,你不会坑我吧? 二叔,我坑你干嘛?我可以先打给你三十六万,到时候你再嗨十八万回来,你根本一分钱都不需要出啊,我甚至可以再多给你借点。 不,多借点给你。 真的,你真的还可以再多给我? 二叔一听果断同意,很快在忙活了十多分钟之后,二叔激动的看着到账的钱。 此时可是兴奋不已。 看到这里,不少朋友已经看出来了小白的操作了吧。 接着小白又拿着二叔的手机,继续下载了几个APP,直接再一次帮对方又借出来十万块。 这些钱小白直接从一个个网贷平台里面帮对方借贷出来的。 这年头网上借钱可太容易了,生怕你不借,只要你敢借,他们就敢放款。 二叔兴奋的离开了,出去后更是将自己收到的钱给众人看。 你们看到没有? 小白给了我二十八万不用还的那种。 上级过道,不赖亲戚上门借款。 小白将计就计一键双胶,于是走廊上众人看着二叔手中的二十八万羡慕不已。 我可是拿到了二十八万,你们都听小白的,他让你们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 还别说,正是因为二叔这么一说,可是省去了小白非常多的麻烦事,也不需要一个个去解释了。 遗会众人都兴奋不已,且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小白下。 哈哈,我要了二十万,我可以开一家销店了。 不错,我也可以开一个养牛厂了。 只不过这些人并不知道,他们所谓白拿的钱并不是白拿的,那可都是他们借的网贷啊。 这些钱那是需要还的,而且下个月开始就得还了。 很快现实报来了。 妈,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,说是你借了二十万。 什么? 此时国庆节到来,不少年轻人可都回来过节,很快村里就有年轻人知道了一个可怕的消息,那就是自己的父母竟然背上了网贷。 很快众人得知真相后,聚集在一起,想找小白草药一个说法。 然而当他们到达小白家的时候,却是发现早已经人去楼空。 此时小白正开着跑车,带着父母进城享受生活去了。 看着如此情况,这一帮亲戚终于慌了。 有些人就动起来歪点子,开始拍摄造谣视频。 重磅,知名主播小白哥被爆欺诈村民。 数十名村民指控小白哥收取回扣,让他们背上巨额网贷。 此时视频里面都是一位为村民的吐槽,看起来可是可怜坏了。 求大家帮我做主,帮帮我们这些村民啊。 小白诈骗我们,收取好处,我们现在都背上了几十万不等的网贷。 请全国人民替我们做主。 看着这一明明淳朴老人的哭诉,网友们立马就相信了。 更是充满了同情,简直就是实锤了。 我靠,可以包镜吧,他得就是磁罗罗的杂质。 小白看完了视频淡淡一笑,咱们的做法虽然有些缺德,但就是没有违法。 小白直接拨通了好友张三的电话,把事情前因后果给张三解释清楚后。 张三说道,这其中没有存在诈骗,这属于经济纠纷,不过他们可以起诉你。 那这样就简单了,自己最擅长的就是和无赖打官司。 只不过这官司怕是没有一两年结束不了,而他们却是要面临着各种被催收了。 随后二叔众人也报了警。 各位乡亲们,经调查小白先生不存在违法行为。 此案件属于经济纠纷,你们可自行起诉。 但是现在你们在网上不断造谣。 借造谣视频传播范围过广,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。 你们已经在违法,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。 此时的二叔众人终于慌了,他们可不想坐牢啊,他们只是想着占些便宜。 让别人来支持他们,又是为了博更大的眼球。 这才在网上造谣的,谁承想这次是完过了啊? 最终底十名亲戚可都受到了严惩,一个都没有落下。 我说你的疯狂的对抗刀是受估的不可抗。 我说你的疯狂的对抗刀是受估的不可抗判的。 我说你是受估的不可抗刀的不可抗刀。 这要是保抗刀。 有这个疯狂的用法,就这样就可以降得了。 有这个疯狂的对抗刀是受估的不可抗刀的不可抗刀的。 我说你会考虑的我不黑 Independence这些找到这个人。 从哪里面有歓狂的不可抗刀的不可抗刀。